嗨 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來教大家做手工的香包 那它非常的簡單 我們會準備一個 9×18的 花布 那現在呢 我們把它正面對正面對折 對折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縫製的地方 是會在這一條線上 那我們的縫份呢 是一公分 那我們在縫的時候呢 我們要順便也把我們 這一條25公分的 五色線也一起 把它 車在上面 那如果不會車的也可以用 就是手縫的方式 來做 我們可以邊車 然後到快遞的時候 先停下來 把線放置好 放置好在這邊 然後我們再車過去 手縫的方式也是一樣 然後接下來呢 車好這一條線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車的第二條線是 這一個地方 這是要車的第二條 一樣縫份呢 也是我們的一公分 那裡面的線呢 已經車在固定在這邊上面 我們就稍微把它 往上 往上放 就會避免我們等一下去 車到它 好一樣縫份也是一公分 接下來呢 我們把它打開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種子 所以我們要把它打開 打開這樣 然後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為了要做漂亮一點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把它攤開來 這樣表面的 就是在表面 的成品上會比較漂亮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車的是第三條 第三條線也是一樣 我們要車 這樣子的方向 然後一樣也是一公分的縫份 那我們不要車到底喔 因為這個會是我們的開口 我們留一個小口 小口 那這邊有多餘的線啊 我們可以把它剪掉 這樣比較漂亮 雖然在裡面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翻的動作 我們把它翻整 翻整 好 翻整之後呢 我們把它所有的邊 它會有四個點 它會有三四 它會有四個點 我們把四個點 把它弄起來 那事實上 只有三個點 因為第四個點 我們會需要用手縫的方式 把它那個角度弄起來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洞 這個洞要幹嘛呢 就是要篩我們的 棉花 跟香料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塞棉花 棉花就一點一點的塞進去 好了 然後再稍微幫它做一下整形 讓它保持有一個三角面 種植的面 接下來呢 我們 針線 針線 用長針縫的方式 把它 這一個口 縫起來 好的 先縫 用 用任何方式都可以 我是用長針縫 那就是用上下一般 就是上下的縫法也可以 好了 好 這樣就縫好了 最後再打一個結 那我已經打好結了 最後我會把針再插回去 把那個結藏起來 那我們最後呢 再做一次 我們再做一次 就是 這個香包的整形 再把海綿 讓它均勻的在整個 作品上面 好 這樣就完成了大部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將 骨色繩 縫 再固定在這個上面 我們一樣呢 這邊呢 在最上頭的地方 我們可以先打一個結 這樣我們等一下在縫的時候 會比較好縫 好 打結了之後 然後 針 穿 先穿過這一個 結上面 穿好之後 我們在這邊 這樣是上面嗎 這樣這個底部 這個底部 翻過來 在它的中間點上面 縫 把它縫上去 我們剛剛有連到這一個線 所以它就可以一起 我們剛剛是縫這邊嘛 我們就把它縫固定在上面 好了 縫固定在上面呢 再打一個結 打結之後 把線 剪掉 這樣就 完成了縫製的部分 縫完之後呢 我們最後將這兩張的祝福小卡 把它綁在上面 然後在上面簡單的打一個結 然後稍微拉一下 這樣子呢 就完成了我們的端午